今集的電台就說 你們講到高民體名的魔法狀態 就說講到不支持高民體名的那些 就好像他回答白頭 他就覺得你就好像 講到大小民體名的一隻四選 我為何要這樣講 講到你自己會見到分歧 我覺得現在在香港 那個爭取2017真普選 基本上的格局已經形成了 就是公題派與非公題派 我們以後就用這兩個方式來講就好了 就不要用其他的方式來形容公題或者非公題 我昨天在城市論壇也都已經即時收回了所謂 就是咬手關 以及是拍肩膀的了 如果大家有看城市論壇的 都見到 我認為應該回歸那個討論的根本 就是公題派 不是非公題派 各司各法 大家爭取自己的支持者 希望為香港人爭取到一個 真正選擇做真老闆的機會 無謂再去互相攻擊 亦都不應該互相扣保持 好嗎 但香港人爭取所謂的意見到分歧 根本香港就是分歧的 香港現在是有兩條路線 這條路線 兩條路線都不是今天出現的 這兩條路線我們就叫做公題派 非公題派就好了 好嗎 以後我們就用這兩個這樣的方式 各自爭取自己的支持 各自去各司其職 各司各法 各自爭取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很希望 在6月22號 這個電中的平台的電子公投上面 所有在真普聯平台上面的組織 政團和個人都會全力吹谷三軌坡 而事實上在上星期三的真普聯會議上面 也都得到議會的每一個單位都說 是會擁抱622的方案 我也都留意到 就是上星期三 在真普聯的會議上面 所有議會的單位都說繼續去推動 和支持這個真普聯的三軌坡方案 希望在622能夠爭取最多市民的支持 那就好了 大家繼續去爭取 其他的不同的方案 亦都可以自己去爭取公平爭取民意的支持 好嗎 I think it's time that we no longer emphasize on division I think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methods to secure for Hong Kong people a genuine choice in 2017 Let us all do our own job Rally our own supporters And hopefully we will get to a true democracy in 2017 With everybody having a real choice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